我的天啊,这个消防车已经出动了 然后那边扬起熊熊大火线是非常紧急的情况 但是呢,这种紧急的情况放在这里是很喜庆的 很热闹的一个氛围 这种矛盾,这种冲突感,这种反差感真的很有意思 在火把节的夜晚 春春在在,家家户户,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 打着火把,穿梭于大街小巷 山间地头,山顶山腰 组成无数条火龙,见银河防兴,坠满山领 美不胜收,壮观至极 以上是书上看到的,吸引我来到大梁山不脱线的一段话 当我穿山越岭真正来到这里 感受到的是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 差点以为在电影片场 大家好,我是正在探索中国偏远小地方的阿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我来不脱线的第四天 也是火把元香不脱线的最高潮的一天 之所以说今天是最盛大的一天 不仅是因为火把节的这个节目在今天间揭开序幕上演 也是因为呢,在今天全城的老百姓将点燃火把 看得出来啊,很多本地也是没有票的 大概也是不知道需要门票的 所以刚才有一阵小的奇梦 因为因为你刚才说什么 又是一个把你双眼电燃的弃乐 又是一个把你心里电燃的弃乐 欺少你的嘴巴穿上美丽的衣裳 小伙妇娘一起走进海南火把劫 也是一个把你青春电燃的弃乐 又是一个把你梦想电燃的弃乐 挑起你的舞蹈走进古老的音乐 一道和你一起整容 太好了 进不了主会场看 在这个后场看 也是另外一种风景 主会场呢是准备好的 光鲜亮丽的 后台呢是紧张的 然后呢长忙的 刚好能看到这种选手 那种复杂的心理 然后呢家长的这种殷切的希望 其实是一个 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舞台 一个加算以后的舞台 现在呢我身后就是这个 学美组的后场的现场 我问了两个小姐 她在手里作业票 她说是她爸单位发的 你看这些老百姓 她们是没有单位的 所以只能通过这样挺而走前的方式 在这个铁站栏外面呢 这个其后呢有这个升级的趋势 怎么说呢 因为很多本地的老百姓呢 这个几年才有一次的这种 盛大的精彩的 这个魔把节活动啊却进不去 开在家门口啊没办法亲眼看一下那种心情 也是比较不畏杂成的 我刚才看到一个妈妈就背着一个小孩跟一个小女孩 他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节目 确实呢让自己的孩子在门外远远的看着 而且还看不见 那个心情也是挺挺复杂的 一些市民呢是从乡下或者村里面来到这个不拖县的县城 就发现这个门是紧闭着的 紧不良了紧不良了 很不耐是吗 你的心情什么心情 我的心情很烦啊 有门票就进不了 有门票吗 你 有啊 为什么有门票就进不了 有门票就进不了 为什么 不知道 躲落河是梁山遗族的火把节之舞 是仅限女子集体表演的一种歌舞形式 主要分布于梁山州的布托县和普格县 数十位身穿遗族盛装的女子 打着环游伞 哼着流传于遗族民间的歌谣 迈着轻盈的步伐 从空中俯瞰 他们演绎着各种各样流动而为美的图案 没有办法进场的这个老百姓呢 就在外面这样子休息 吃吃东西 聊聊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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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我没票进场欣赏盛大的火把鞋开幕式 但是前一天我近距离看了彩排 也算没有白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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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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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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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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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哎呀 我突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烧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年